哈囉大家好我是虛羽 那因為今天跟家人有點小吵架 所以出來外面走走散散心 所以今天這部片就是在外面錄 所以如果有一些風聲的話 就稍微大家見諒一下啦 那今天呢就簡單的說說這個 9月 10月開始的這個 10月祭典回歸活動啦 那以前那個祭典回歸活動的話 那個回歸的時數都拉非常長 可能就是10月的活動 然後可能要7月6月 呃...才有這種所謂的祭典回歸的算有點數 那這次其實還蠻好的喔 就是9月24號就好像一個禮拜吧 一個禮拜沒登的話就會有 呃...所謂的點數了 那這次的點數獎勵呢 200萬點的話是有Lulupon 然後還有一些素材 那500萬點的話是25顆金石 那750萬點的話是有 選擇465轉蛋票 那我想應該就是跟之前那個 5選1的票券應該是一樣啦 就是抽5隻 選5隻然後5抽1這樣 然後1000萬點的話就是 怪奇祭典限定65C確定票券 那怪奇祭典的話就是 應該就是可能下個禮拜 或下個禮拜五 要開的這個活動啦 就是FB這邊已經都有在 預告說 呃...這個...這個活動 就像這個怪奇十月祭典舉辦這樣 那這邊也都有簡單的放出一個 呃...十月的行程表的部分啦 那我們現在猜測大概就是 十月上旬就是禮拜五呢 會出怪奇萬聖節 然後可能下下禮拜 會出這個樂園 下下下禮拜 就是第三週的時候呢 是地獄 那最後一週開始應該就是 就是國際版的週年活動 這樣子的一個定位啦 所以其實 這個十月算是相當的 可能會蠻多牛鬼蛇神 因為幾乎都... 呃...如果不以強度來說啦 就可能以活動的大小來說 呃...幾乎四個都是那種 超級大活動 就是可能禮拜二都會塞那種 日版小東西齁 就幾乎都是可能日版的小池子 或是甚至有可能就是 呃...都有可能禮拜二都不會有活動的那種 呃...非常大的類型的活動 所以禮拜二的話就可能還是要看 到時候禮拜二會塞一些什麼 像明天 呃...我猜啦 明天可能還是會有一個 呃...日版的小池子公告出來 也許...對 那...不確定 那也就是跟各位說就是 如果你有要回歸的玩家的話 其實這一次的...回歸的... 限制算真的算蠻低的啦 就以前可能真的要三四個月都沒有登 這一次只要一個禮拜的話 就沒有登就算 可以...回歸的一個...系列 所以其實算... 嗯...好...好處嗎? 也...也不能說是好處 但應該就是 呃...比較...比較容易達成的一個部分啦 那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呃...從上一次演演的活動來看 就是...呃...還有這些漆黑列車呢 其實有感受得出來 呃...真的開始有 往一些好的方向去 做一些些小小小小小的改變 那我也不知道這個小小的改變到底是... 只是個小小的曬花一線呢 還是是...呃...就是...呃...可能從政旗鼓的一個信號 我也不知道 那就...也希望這個十月可以... 呃...這個怪奇十月呢 不管怎樣就...呃...希望也是... 就是台高版跟海外版都可以好好做 然後把這個...呃...這個活動做好 就是...也希望...呃...這遊戲...可以再...可以再更...更進步 這樣子啦 那...我還是會持續做影片 不管...呃...在V這邊還是我在這個頻道這邊 都其實...都還是會維持持續更新的模式 那...之後也請大家多多指教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就按個訂閱按個喜歡幫我分享出去 那這個...呃...十月活動就...也要靠大家都分享啦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掰掰